工作方面有什么经历啊 因为你已经毕业了 然后包括在校期间 有什么实习方面的经历吗 工作经历的话 要从我大一开始说起 我大一是在一个企业里面做文案 我们当时有一个枸杞的广告 当时我们做的是先枸杞的宣传 我首先是以爱情为主题的 把两个枸杞就是对在一起 就特别像一个桃心 而且是红色嘛 整个视频的编辑就是 我是女主 有一个男主 我们两个无意间相遇 然后两个人因为这个 就进行了一系列的对话 最终两个人因为枸杞相遇到相爱 就整个过程当中是一个软广告 第二 我就做培训师 我特别喜欢小孩子 我身边很多朋友老师 都在教小孩子们 我就想着我也要一起去教 我就先是在网上自己查一些资料 自己学习 在自己学习了一些东西之后呢 我就跟着老师一起去上课 我就作为学生坐在后面去记笔记 后期 到了后期以后 我就自己去上手去代课 以一个培训的身份 大三 我是一次偶然的机会 就老师推荐 老师是我们太原电视台的负责人 他就推荐我说 圆圆你要不上一场主持吧 没有实践 只有理论 永远是站不在舞台上面的 所以非常感谢那个老师 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 我站在了上面 然后印象让我非常深刻的是 当时我有一点圆润 然后换上礼服是一个红色的 我一出场的时候 大家都叫我福娃 说我圆溜溜的 红彤彤的跟个小福娃一样 您毕业前还有过相关的经历吗 一般来讲到大四 你就要到正规的媒体机构去了 所以大四的时候 我就从太原电视台 跳到了山西省电视台 但是我这次到山西省电视台 做的不是主持人 是记者 然后这一次经历也是 让我有一个非常深的感悟吧 第一点是我之前学这个专业的时候 不因为我觉得主持人和记者 是同一个职业 但我当真正地感受了 主持人和记者以后 我发现主持人是主持人 记者是记者 完全是两个岗位和两个职业 感谢观看